人工智能 我們亦都用到人工智能 去了解了用戶的習慣之後 推介建議一些相關適合的節目 給予我們的觀眾 大家好 我是天開數碼媒體驗言公司的創辦人 我是Wilson 天開數碼媒體驗言公司2010年成立 最主要的業務 都是跟視頻技術相關的 我們投入資源就在視頻技術 人工智能 區塊鏈 和我們所說的比例 幾個範疇裏面作一個科技研究 視頻技術除了是播放之外 除了有人工智能在一個畫面上 認到一些物件之外 其實我們亦都有一個視頻的建議行動 因為大家都明白 每一個人去看一些節目的時候 都有一些相關的興趣 或者一些口味上的不同 我們傳統看節目的時候 大部分大家看的節目都是一致的 但隨著我們現在每一個人都講一個個人化 我們其實也都憑我們每一次 我們的觀眾看視頻的一些習慣 我們盡量了解到 他對某一些的影片 或者一些演唱會 或者一些短視頻的興趣 我們也都用到人工智能 去了解了每一個我們叫用戶的習慣之後 推介建議一些相關適合的節目給我們的觀眾 如果我們知道這個大數據分析的時候 其實會令到很多商業機構 當他們推廣一些節目給觀眾的時候 更能夠知道哪一個是真正的客戶群 而做到一個很直接的推廣 令到我們講的節目的推廣的時候 成本也都效益會提升 微軟絕對是可以提供到一個很穩健的文章平台 也都可以提供到一個很重要的科技的 一個合作夥伴的關係給我們 我們就可以很專注 正是針對我們比較認知的 視頻科技或者人工智能那邊 我們做我們自己的科研 令到我們的客戶可以很輕易可以用到我們的技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